随着生态环境的破坏日益严重 世界上的很多生物正在面临危机 目前约有3.4万种植物和5200多种动物 瀕临灭绝 可能在不久的未来 它们就会永远的消失了 每天都有物种不断的消失 每种物种的灭绝对我们来说绝对是很严重的损失 今天小编为您盘点几种瀕临灭绝的珍稀动物 一起来看看吧 第十五 白犀牛 白犀牛是全球最珍惜的宾威动物之一 白犀牛分为南部白犀牛和北部白犀牛两个亚种 其中名为北部白犀牛的亚种在全球仅剩两头 而南部白犀牛目前总量不足3万头 目前受到严格保护 第十四 北极熊 全球变暖导致北极海冰面积持续缩小 这导致北极熊的生活基地受到严重的威胁 也是导致它们灭绝的其中一个严重的原因 目前 全球北极熊数量仅为2.6万头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 IUCN也将北极熊的保护状况标示为EV 并标示北极熊非常脆弱 很可能在不久的未来将会灭绝 第十三 短纹海豚 外表有点像白鲸 头圆圆大大的 嘴并不明显 它们分布在在孟加拉湾及东南亚海岸及河流中 被其位于后背部 短而且顿 呈三角形 虽然它们游泳的速度缓慢 但最高可达每小时20到25公里 但由于人类的捕捉 短纹海豚的数量已经不足1万只短纹海豚 第十二 狐物鳩 这种突鳩分布在南欧洲 非洲 印度和西藏的高山上 它们不喜欢吃动物尸体 反而喜欢吃骨头 而且喜欢把骨头从高空丢下 然后取得骨头碎片 它们也被称为骨头压碎鸡 由于以往人们害怕它们会攻击家畜和孩童 它们曾经几乎被灭绝 现在全球大约剩下1万只 第十一 金头罐 金头罐分布于非洲东部 通常在沼泽地中生活 可以长到超过5英尺约合1.5米高 一盏达10英尺约合3米 金头罐喜欢在浑水中觅食 以鱼 花等动物为食 金头罐已被列为冰微物种 总数估计在5000至8000之左右 大多数生活在苏丹 第十 雪豹 雪豹分布在中亚高山区域 因常在雪线附近活动而得名 由于处于高原生态食物链的顶端 被称为高海拔生态系统健康与否的气压剂 过去十几年来 由于栖息地丧失与退化 盗链 人寿冲突等原因 雪豹数量至少减少了20% 据估测 目前全球雪豹数量不足4000只 已被列为国际冰微物种 第九 中华白海豚 中华白海豚素有海上大熊猫之称 属于精类的海豚科 狮与大熊猫 华南湖属同级别的珍稀冰微物种 从曾经中年可见到仅存4000鱼头 它们和人类一样能够恒温 用肺部呼吸 怀胎产子及用乳质补育幼儿 属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第八 滇金丝猴 滇金丝猴是中国特有的一级珍稀冰微保护动物 也是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IUCN红色名露中的冰微物种 滇金丝猴因为森林被大面积砍伐 它们逐渐失去栖息地 滇金丝猴仅分布于金沙江和蓝汤江间 面积约2万平方公里的狭窄地带 现存种群数量约为3000只 第七 年角山羊 年角山羊是巴基斯坦的代表动物之一 这是分布在喜马拉雅山西部林地的一种山羊 因为拥有螺丝状的脚而得名 由于被人类猎杀 现存树木仅剩下约2500只 第六 猪环 猪环是世界并威鸟类之一 一度被认为已经灭绝 但1981年 中国科学家在陕西阳县发现了仅存的7只猪环 并在此基础上培育出一代代猪环 目前中国野生猪环数量达1800只左右 人工饲养的也有约700只 第五 北部毛鼻带雄 北部毛鼻带雄是澳大利亚特有物种 也是世界上稀有的大型哺乳动物之一 仅分布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州中部 与同为宾威物种的塔斯马尼亚带雄 南部毛鼻带雄同属一种 由于人类对土地的开发 野狗等动物的捕食等因素 导致北部毛鼻带雄栖息地缩小 目前只有约250只北部毛鼻带雄 生活在野外 第四 肖 鹦鹉 肖鹦鹉又称为叶鹦鹉 是地球上最大型的叶型鹦鹉 这种鹦鹉体型壮硕强健 没有飞行能力 事实上唯一一种不会飞行的鹦鹉 原生地在纽西兰 但殖民者引入猫 鼠 鸡肉等生物后 肖鹦鹉的数目开始大幅下降 现存的肖鹦鹉大约为220只 恒河鹅有称肠纹鹅 是一种淡水鳄鱼 能够生长至约20尺 重约350磅 主要分布像印度河 恒河 马海拉迪河 及布拉玛普特拉河这四条河当中 因为独特的嘴部结构 它们只能以鱼类为食 由于过度捕杀 现在全世界只剩下少于235只 主要栖息于印度和尼泊尔 第二 羊子鳄 羊子鳄是世界上23种恶类中 中国独有的物种 也是最宾威的恶种之一 中国将其列入一级保护动物 国际兵威组织将其列为兵威种和禁运种 1999年 中美联合调查组调查结果显示 野生羊子鳄数量已不足150条 并因每年4%至6%的速度下降 第一 佛罗里达山狮 佛罗里达山狮虽然被称为山狮 但这种动物实为猫科群族的一种 气息于美国佛罗里达州南部 由于佛罗里达州的快速发展 涉及山狮的交通意外数字不断提升 加上山狮本身喜爱争夺地盘而自相残杀 现存数目仅为160只 最后 喜欢我的频道可以帮我点个赞 打开小铃铛以及关注我哦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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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再见